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一次广州车展呢 宾市的摊位最重要的 对于我们台湾观众来说的话 应该有三台车 那其中一台呢就是CLE 那CLE呢原厂是在7月的时候 进行全球的海外发表 那发表完之后呢 台湾其实已经开始预接单了哦 目前台湾接单的车型有CLE200 Coupe 以及CLE300 4MEDIC Coupe 最大马力分别是204P以及258P 那同时都有48V轻油电 所以有额外的23P的最大马力 那0到100的加速的性能呢 200的话是7.4秒 那如果是300的话是6.2秒 那这个车型呢最重要的就是呢 以往的E Coupe以及C Coupe呢 现在会全部取消掉 只剩一个CLE Coupe 如果日后呢要买两门的轿跑车的话 就是这一台咯 好 那车身尺码方面呢 CLE Coupe它的车身尺码车长达到4米85 所以已经比C-Class的平台呢 还来得更大 应该是一个E-Class的尺寸 宾市在台湾市场呢 其实它的销售主力在房车上面呢 除了C之外就是E-Class了 那E-Class全新大改款呢 国外已经发表了 那对岸呢目前也发表了 但是呢 它的车型是中国特规 所以是长轴的车型 但是外貌上除了B柱以后 跟欧规的不太一样之外呢 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参考性的 整个车尺寸来到了4949mm 车长的部分 较旧款来说的话 是略为再加大一些的 对岸的车型呢 是长轴款 尺寸又来得更大 那当然改款的项目 除了外观之外 最重要是在内装 内装方面呢 导入非常多重要的元素 可以看到很多EQS 这种车系的影子 那无论是中文台线条 整合式的空调出风口 或者是还昌的照明灯 其实都非常的类似 那当然它也用了很多 异样的材质 来堆叠它豪华的感觉 那E-Class新一代的MBUX 多媒体呢 它以图像为主 那使用上比较简单易懂 而且有一些简单的OTA的功能 那新一代E-Class呢 那提供E-200以及E-20D 两款2.0升的四缸汽材油引擎 最大马力分别是204匹 以及190GP 都搭配48V的清油电系统 可以输出额外的23匹最大马力 那另外也提供E-300E 以及E-400E两款PHEV 那至于台湾呢 目前会导入哪几款动力 目前我们是还不清楚了 不过呢 台湾市场预计 应该也快上市了 所以大家可以密切期待一下